美国三大指数昨天都创收盘新高 主要是因为市场预期 总统当选人川普 还有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 将会推行促进成长的政策 周二涨势持续 道雄指数收盘更冲破了19000点 以19023点作收 标普500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 也再次同步改写史上最高收盘记录 欧洲主要股市也呈现上涨局面